曾經為無線服務超過37年的化妝大師陳文輝 在10月4日中秋節的夜晚病逝 享年81歲 廢閣17歲的時候入行做電影化妝師 1967年加入無線 幾十年來曾經為過史泰龍、李小龍、徐小鳳等無數的中外藝人 甚至是前港督彭定康化妝 深得各界的尊重 和輝哥結婚19年的第二任太太Deborah 今早就在親友的陪同之下 到達輝哥小時候入住的療養院 為輝哥撿拾物品 對丈夫離開早有心理準備的Deborah 表現平靜 還接受了傳媒的訪問 她都住了兩個幾個 差不多三個月 都有很多東西在這裡 有些東西就留給房間會 因為她的實際真的很好 剛才為輝哥撿拾物品的時候 是否很捨不得 你對了一個人三十多年 任何東西都是不捨的 不過就是不捨 她現在很舒服 舒服 很舒服 你始終有一天 不過知道那個人是會來 當時是覺得可以接受的 但是當來的時候 現實當然是有些問題 不過都是感恩 她是開心的 因為她每天 這裡有姑娘 我每天都要陪著她 她是真的無憾 桑莉會起何時舉行 現在是12月11日 11日是徹齡那天 徹齡那天就在世界品演館 12日出發 她是會火化 火化 我剛才也想到 因為我以前幫她做生日 就是我和輝哥有個約會 這個就是她的終結 輝哥的骨灰將會安放在哪裡 陳志達就說 她想安置 她放在她爸爸那裡 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她還是她的兒子 就是等她決定 等她決定 現在全程 她的喪禮全程就沒有決定 有相有兩 因為都希望輝哥開心 是不是已經訂好了扶寧名單 目中是有的 但是都要先問了些朋友 你知道時間很長 我還沒問到朋友 不要這麼快 她有什麼反應 但是 無線方面有沒有派人聯絡過你 因為我認識阿輝哥 他們全部都退休 他們的同事 那無線有沒有聯絡阿輝哥 可能他們有聯絡阿達 因為現在 我基本上 我是輝哥背後的女人 或者要聯絡他們 不過我就是 現在負責她 我全心是負責她現在 最後那個 最肥的職 最肥